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与前同行 我是主持人周朗廷 政府打炒房 但房价却是越打越高 现在不止央行出手 财政部也加码 但是我们今天请到助商 翻译人许佳馨佳馨姐 要来跟大家讲一讲 你觉得真的有效吗 我们这样说 很多人都说这十几年下来 政府打房越打越高 打到看了都心累了 心好累 对那当然他们有一些 技术性上面的一个调整 我们会觉得它越来越精准 但是想要期待到 价格有一些大幅度的修正 靠这些政策 我们认为有点困难 好因为其实在今年以来 不断的有新政策 上路上路上路 到现在最新的 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是第三波 信用管制措施了 好对象我们可以看到 在公司法人的部分呢 修正之前修正之后 这个部分是没有改变 那自然人的部分就有了 在宽限期有很大的变动 包含了像是在台北 新北桃源台中台南高雄 跟新竹县新竹市 第二户是没有宽限期的 是针对了这几个地区 还有在就是购地的贷款的部分 过去可以贷到6.5成 那现在降了只有6成 还有在渔屋的贷款 这个是没有变的 以及工业区 闲置土地抵押贷款 也稍稍降了一点 那主要可以看到在这几个地区 是不是就针对房价高涨的地区 是因为这几个地区来说的话 6都再加上新竹县市 大概占了全台湾买卖 已转的7成到8成 所以换句话说 它就是一个买卖动能的一个所在 尤其新竹这几年 大家知道猪科嘛 吵得非常的热 非常的夯 那所以这一次的一个操作 你会发现它针对了 某一些的这些区域上面 交易比较热络的区域 它去做一个加紧的管控 那但是我们其实可以提醒一件事 就是所谓的第二户贷款 它的概念不是你名下有两间 而是你名下有两间 还有贷款的房子 如果我已经都付清了 对 所以其实就不是在这个限制之内 那当然在这个政策上面来说 我们业界就会说 其实把就是打穷的 跟打口袋钱的 就如果我口袋构深 我都付完了 我现在根本没有贷款 或是我只要贷一部分 或者是说我今天买了一间房子 然后我只需要三成贷款 那其实我都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都没有影响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 可能政府它也没有办法想象 就是说这段时间之内 热钱进来这么多 那对于市场产生这些影响 那当然除了央行的一些操作之外的话 最近财政部跟这个 就是各大行库有一些做法 我们上礼拜才有朋友说 他被找去喝咖啡 聊聊天 所以他们有一些就是主要的行库呢 在打草房上面来说 有一些要求 好 那大概包括你现在看到的 像是赵峰啦第一啦 那赵峰是第一枪啦 就是说他是不限区域的 这个房贷的这个部分上面 他会有一些这个利率上面的 一个调整啦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第一银行这里 他是针对六都再加上新竹县市 他会有第二户的一个 房贷利率的一个调升 那当然因为主要其他的 包括各位可能知道 什么核库啦 或者是什么张银啦 台银这些行库 他们多数因为不动产乘坐的 比重蛮高的 所以在这个贷款的 一个部分上面来说的话 就会去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好主要是针对第二户的部分 对那当然第二户来说的话 像核库的话是 现在第二户拉到1.5嘛 然后第一的话是拉到1.5以上 1.5是地板价 那兆峰也是做到1.5 那其他的行库 目前来说的话 1.5甚至于1.6 那我们之前也有听到 某一些的银行 那他是民运银行 是针对套房的产品 做到1.7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 就是有一些银行 因为这一次的一个压力 的一个关系 不得不调整了 所以像中信 对中信就是调到1.72 因为其实一向以来 他在放款的一个 房贷放款的部分上面来说的话 条件是多数是相对 有些业界认为是保守一些些 好那富邦银啦 或国泰市华 玉山银行 跟玉山银行 这三间的话是 目前是在1.6 那台新这边的话 是在1.5啦 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一次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操作上面 他是从所谓的紧缩银根来去做一个着手 那当然有些朋友会问说 那那个到底差别差在哪里 所以其实如果以前可以用宽限期周转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是看到有些朋友 他们其实想做房子 我就是三年把它卖掉 那我把它卖掉 因为现在银行的宽限期 是两年到三年嘛 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哦 就是我如果说那时候1000万嘛 然后我利率是1.3 因为现在那时候很多人都谈到1.3 那我一个月宽限期 我只要还1万多块 这比租房子便宜 比租房子还便宜 然后或者是说 我可能我这三年的话 我就慢慢等嘛 看看等到一个好价钱再来卖 那当然 那接下来的话 你因为你不能再有宽限期了 所以你会发现第二户以上 他们针对一些利率上面做的调整 那我们大概也同样 用1000万20年的房贷来计算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1.3跟1.5 那1.3的话 你如果说说是本利摊的话 一个月是47,340 那如果你是1.5的话 是48,255块 那大概差了900多块钱左右 所以你一年的话 你就会差到1万多块 那这个是会对于一些购物人来说的话 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就是压力 对因为特别是换屋组 我们其实就会觉得说 这一波下来换屋组会压力比较大 因为他们第一个借的金额很多 很多他其实1000万个不够的 他们可能会借到两三千 然后因为房价也贵 对因为他小换大要那个嘛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他们多数很多第一户贷款还没换完 所以就叹了一口气 那所以第一户贷款还没换完 我要买第二户换屋 那我以前的 以前他们的 以前大家的操作是说 因为我为了安置家人 那我可能第一户先不要卖 那我就等到第二户买到的时候 我们搬过去 第一户慢慢卖 但现在没办法 你现在就只能够就是 要不你就是说 可能钱多一点 要不就第一户要先卖掉 那再转到第二户 我后来有一些朋友 他们的操作是这样子 就是他觉得他的压力有点大 所以他会选择把第一户先卖掉 那但是因为第一户还没找到 那怎么办呢 他就跟那个买方 签一个延后交屋的租约 就是我大概可以再多住多久时间 对然后可能 就是如果时间短的话 可能因为像有些人买预售 他可以知道他什么时候会交屋 然后可能他就签一个 压一个比较短的时间 那像有一些比较长的 他可能还要再找房子 对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会看到喜欢的 或是合适的 对所以后来有些人 他就是签一个租约 签一个打一个 比如说三个月半年的租约 每个月付租金给 变成我跟你租 对那是等于 售后回租的一个方式 来去做因应了 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 金额上面来看 你会发现就是 买在高总价 然后这个收入上面相对 可能他在资金的这个部位 相对比较少的换屋组 在这个部分上 会有一些冲击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你是名下的第二户 就是你要有贷款 那才会有这样的限制 那有些人就先借钱 把第一户还清 这是一个方式 那另外还有一些人 他是用配偶的名义 或是用长辈 或成年之女的名义 去登记 这样子的去买这个房子 然后再去借钱 好想办法 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去把它毙掉 还有就是财政部也出手 针对的是 所谓的大户 但是大家又想问问 那真的打得到吗 其实我觉得 这个是杀鸡井猴 跟宣誓意义比较重啦 因为真正会到十户以上的 绝对不止一千多人 十户以上很惊人 十户以上的人 多数都去开了公司了 所以他抓个人的这个意义 其实是宣誓意义 大于实识意义 就告诉你说 我现在抓十户的 大户的个人咯 那接下来就是 987654321 我可能就要开始抓咯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财政部的一个宣誓意义 比较大啦 那目前好像是压到 明年的三月份 然后他们还会有 这个专案的一个精简 针对这些大户 来去做查核 好看到锁定所谓的 囤房大户查税 十户以上非自用住宅 到明年三月发辅导函 如果说你有漏报 你可以补税 再这样处罚 那全台湾刚刚提到嘛 一千多人 一七三四 有点少对不对 对因为真正十户以上 都去开公司 所以他不是用 个人的名义买吗 对所以这个事情 这个状况是这样子 就是我如果说 是多户足的话 通常都会在 会计师的监狱之下 开公司 因为你如果收取 这个租金 你很容易会 让你的所得 变成是最高级 超级高 对所以这个是 为什么会有一些人 就是他可能 他可能会去采取其他方式 结税的一个原因 那当然以现在租屋来说 租屋所有来说的话 财政部 因为他拥有所有人的税籍了 所以他是可以 就是很轻松的抓到这一些 他认为他逃税 或者说可能有过度结税 资予的民众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我觉得也是一个警示 就是对于多户者 他们现在针对 这样子的一个专案查核 应该会有一些成果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这种小两房的这种格局 为什么会长成这样 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现在建商都推这种 那新的价钱进来 它的价格被带动 那当然因为大家都去追逐 这一类的平行 所以其实因为它总价的关系 所以它的单价 就会长得比较凶 我一个朋友那时候问我说 就是是不是因为少子的话 大家都住小的 我说不是 是因为钱不够 因为买不清 如果钱够的话 我也想要住地保啊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大家可能在 思考上面来说的话 就是说确实因为迁就房价 对 那因为在小套房的部分 大家可能会有一些 觉得贷款啦 或是转手不容易 所以它比较 就没有涨那么多 对 所以而且其实这几年 因为很多的建商也发现说 小套房还不是那么好赚手 所以干脆他们就推那种 宁愿推一加一的房型 那这个也会让 整个价格的一个部分上面 出现明显的起涨 好 那政府打厂房 就希望人人有房嘛 但确实您看到 这个央行总裁杨金龙 他也说了 目标太难 真的很难达到 对 他是吃了什么东西 不要来手 因为总裁 其实讲得蛮实在的 诚实豆沙包 诚实豆沙包 我们自己都觉得 总裁这样讲是 他其实大家也知道 就是说这个热钱 跟低利的趋势 他可能是 没有办法有一些 有效的方向去做处理 热钱一直进来 你也管不住啊 对 那因为他也不能升息 因为升息 你就会吸引到 海外的一些油脂进来套利了 那再加上 也不止台湾涨 其实大概 这一波的疫情之下 先进国家都涨 我们有一些朋友 他如果在美国 他说美国的郊区 涨比市区还要凶 所以这个状态之下的话 就是不动产的一个涨幅 其实全面性的 那我们只能够 针对有一些个案 去做一些调整 不大容易去出一些 我们说是 可能伤筋动骨的政策 好 所以现在网络上 就有这样一个发问 说年轻的夫妻啊 收入8万 其实也还算不错了 该买房吗 先看我们生小孩 如果有生小孩 可能买房有一点难啦 那但是 年轻夫妻的8万块钱 我们那时候大概 有稍微估过啦 就是说如果说 它是8万块钱的话 它大概一个月 可以负担将近 两万五左右的房贷 那两万五上下的房贷的话 它大概 差不多可以买到 六七百万的产品 那六七百万产品 大概地点可能 就会落在桃园啦 或者是北市的蛋白 新北市的蛋白区 比如说像林口啦 或者是淡水啦 就没有办法住得很忠心 对 就是它可能就是要用时间 去取代这个房价的一个成本 对 那当然 当然因为就是建商自己讲的话 就更让人家生气 所以就 就会有一些 有一些声音认为说 其实以这个书法不是很 感觉上不是很 很能反映现在年轻人的状态 看到央行出手了 所以现在贷款的限制上高一些 不过当中 其实还是有办法替自己争取稍微多一些 对 因为当然就是因为个别条件啦 其实银行就是看人跟物 那人的话就是 如果你的这个信用条件很好 在大型的公司上班 稳定收入 对 然后有一些固定的资产的话 那这个可能对于你的部分是加分项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 就是你的这个标的 就买的这个房子本身的条件 区位不能太差 那因为现在有一些银行 它对于就是区位它比较要求 所以你可能要在买之前 先问一下 有些银行见价见得比较低 每家银行还是会不太一样 对多多少少 它可能会跟它的熟悉度啦 或是说跟它自己的风险控管有关系 在什么时间点去贷也许 一般来说的话 因为他们年度会有一些预算啦 所以可能理论上年初的时候 在贷款的部分会有比较好的条件 因为我还有很多可以 对我还会有很多的空间 那但是到了年底 甚至于就是可能政策上面 有一些调整的时候 你的条件就会比较差了 好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你要买的房子地段很重要 是 还有屋龄其实也是影响很大 是 对 所以就是一些客观的主要的加减分项 那一般来说 我都会建议朋友说 看完十佳登录之外的话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你就把跟你藏往来的银行 你就把这个地址 给你自己的条件给他 然后看一下这个案子的 建价的条件是怎么样 然后你再来决定出多少钱 好我们非常感谢佳莹姐建议 让大家有实质的帮助 那今天也感谢佳莹姐上节目 同时谢谢大家收看雨天通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